毕业季来临 联合国中第四届美术班 扶生若梦毕业画展 也在校内正式开展 带来多种精彩的作品呈现 这场毕业展 蕴含了许多梦想 也希望都能够录去实现 第一个梦是我们老师的梦 我们老师的梦 希望能够为孩子的能力 创造出一片天空 发展出他个人的潜能 学生的梦 他希望能够上到 他理想的第一志愿 未来到他理想的高中去 发挥他的个人才能 我们竹山镇的梦 也希望为竹山镇 创造出一个艺术的天堂 那我们家长的梦 更希望孩子能够得到 安全的照顾 未来有一番的成就 我们利用这些梦 在孩子的毕业之前 从画作里面展现出来 此次毕业画展 不仅是孩子们实践三年所学 更是充分展现出 他们的志向与梦想 作品种类更是相当多元 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先学习了水彩 然后水彩就一直是 我最喜欢画的 然后这次主题是 浮生若梦 我用水彩来表现 让展现四周 都是各种名利 跟亲情 亲情才是真的 所以感觉时间不用 这么努力的追求名利 到最后也终究就是灰尘 擅长画的是 树苗的小动物 然后这次画的是小狗 然后他画的时候 我有可能不小心 把他画得太悲伤了 所以旁边加了一朵花 跟一只蜜蜂 可以让他 就看起来开心一点 然后不要看起来那么悲伤 先远 参门跟陈玉林 对孩子们作品的优秀都十分称赞 也祝福孩子 迈向人生新的历程 都能够持续发光发热 那我们今天看到学生的成果 不可思议说 这是国中的作品 肯定我们校长期 所有的老师的努力 我们也希望说 这些孩子 他们慢慢的学习 从国中高中大学 一直到除社会 未来将是我们国际上的 领先人物 那在这里呢 也非常的恭喜 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那你们也即将进入 另外一个旅程 那在另外一个旅程里面呢 祝福你们了 学习的更好 更充实 然后因为梦想 你们会越来越伟大 然后也因为呢 你们的梦想呢 也会让自己呢 越来越强大 议长和尚峰肯定 学校班学的用心 培育孩子有这样 优异的成效 相信孩子们 若能够鉴定志向 勇往直前 日后一定能够 在艺术领域 有更好的表现 记者卢凯珠山采访报道